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多 我们起床了 现在已经中午12点了 已经昏年温暖 早上的时候你冷吗 不冷 看天气预报应该是早上6点那会是到零下25度还是零下26度来着 然后我们昨天晚上是一晚上都没有开那个产暖的 昨天晚上你冷吗 昨天晚上我反正不冷 我是一开始的时候头有点冷的 因为头是露在外面的 然后我就戴了个帽子中途 戴着帽子睡觉的 我是 我也不冷 现在关键就是起床怎么起 起床很难 因为现在车上的话也是零下11度这样子 你都起来上过两次厕所了 你还起床难 穿衣服不一样的 上厕所是没有办法 烦死了 上厕所是没有办法 但是你要现在起来穿衣服 一下子坐到大雨水的话就是有点困难 我就是尿急 我就憋着 我不起来 你这么厉害 下次再给你在床上装一个那个 给你装一个壶 你之前在床上得了 这是我们盖的那个叫什么叫大豆被 确实还是挺保暖的 我们盖两层 就里面这一层其实就是夏天的那个空调被了 然后在上面再压一次那个 两个人所以真的一点都不能 昨天晚上最冷可是零下二十五六度 外面先来看一下 前面拉开 后面有车 那你把这关起来吧 有车 不得站 蹬了 十二点躲起来了 得吃午饭 还有视频还没传 昨天我们到这里的时候都是关门的 只有厕所在那边灯亮着 把车先启动了 看起来了 前排 你先弄一会儿 把电脑 这么冷 就是昨天晚上洗的那个脸 这么会有坡度的 这个水 结冰的 早上也没得水喝了 把前辈子热水袋鞋给他冲起来 有热水袋还是有用的 我的电脑已经多没电了 现在把电给冲起来 开不了街 冲了大概两分钟 现在可以开机了 昨天其实电是满的 但是 毕竟昨天晚上那么冷嘛 没办法 准备热个馒头 你吃几个 我吃一个就够了 然后搞点鱿鱼酱吃 也可能有可能 还好还好 放冰箱里保温的 鱿鱼酱 有一家我们大概还有 400瓶吧 可能就200单这样子 有一家我 明天我找他们订一下的 找厂里再重新订个 两三千瓶吧 看我们在早市里面买的馒头 开花馒头 这个就这样有个有个缺口就是开花馒头 对 我估计倒不出来了 他里面 这动了三四天上这个馒头其实早是满的 哇 很鲜染嘛 看起来 赶紧把鱿鱼酱 正好有馒头的温度 把鱿鱼夹给热一下 筷子没有 最后一瓶了 这个不能全部都吃完了 之前我没有动 有一点冻住了 其实冻住了 对 很香啊 还是很香 这鱿鱼酱 每次吃 每次都是肉 好好吃 夹一会儿 可以吃了 热了 这个足够热 足够热是吧 我要椰子 我感觉这个一个馒头可能不够 哎呀 这个水 好冷啊 我那天我喝了就起床也是喝这个冰水啊 头疼 脑神经疼 喝的我 这个有点脏吧 有杯咖啡就好了 或者肉酱 不热的 这等我吃完 我们就出发 最好能买到那种 杂粮的 馒头 那个吃不下的 你家心里会好吃的 没有 你以前吃过的 就是也是为了减肥买的那个杂粮 买的最难吃 很操的 操的很 还那个杂粮面包 哇 真的是吃一口就吐了 筋面就少吃一点 筋面 筋米 筋米 现在我们离墨河 还有956公里啊 前方请注意 左侧来车 它路面上还有一些结冰也不能开太快 他提起我就是车辆动力即将受死了 所以我现在都不敢重新重新点火 我怕到时候开不了 因为我之前就是首保前后那一次就是被限速那个转速上不去了 我进去加个油啊 用不油了 我们连续已经过了 这是第五个服务区了 它显示油油 但是我不知道看到它前面到底有没有油 你看这个厕所是没有开的 加一加油开的吗 感觉不厉害 有个纸贴在那里 这是零后的 普通35号才有油 刚刚在高速公路上的那个牌子上看到 离黑河其实也算路过了 扎道转弯注意减速 因为一城玩两国嘛 也是挺有名的边境城市 现在已经黑了啊 完全黑了 现在是下午的5点40分 然后一边又在下雪嘛 其实马路都已经被那个雪盖了 我们现在离黑河还有97公里 这拍不出来吧 地上都是钻石啊 有些 你手机里面能开死了吗 钻石 这样静静拍得出来 开这种路是很容易犯困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总是走神 你看从长春到这里一块多少钱 334 接下来黑河到墨河不知道还有没有高速呢 要港天 你下去问一下 这边说不乱过的 然后让我从高速继续走高速 他让我回到高速上去 但是高速上面前面是地图显示分住的 会不会现在通了 高的地图你看就能导出来 就是这里可以走高速 然后再下坡道 现在是真的可以下坡速了 你看这个黑河收费站都有那种 楼市进驻的 对 大远点 好好好谢谢谢谢 那你今天怎么样东西送过回早去吧 那我还好还好没去 那去哪呢 我回去回去回去 我回去 你别着急 他先走 好好好 我今天查了一下没有啊 我就说呢他们怎么穿防护壶啊 哎呀不知道会不会留下行程吗 带兴是吧 带兴是吧 带兴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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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得我一激 真的 我从网上查没有 等等不及时啊难道 我查的是今天早上才查的呢 难道他是下午才有的啊 他叫我百度去查 很严重很严重 但是根本就没信心 今天晚上黑河我吃什么我都已经查好了 我住在哪里我都查好了今天晚上 你不是说你要洗头吗 嗯 哎呦 吓我一哆嗦 差点出不去 他说如果进去了就出不去 然后他现在他说问我是不是要劝反 他确定劝反的话 他陪着我出来就是啊 不然的话跟我出不去了已经 我现在担心我们的行程马会为担心 赶紧走 他应该不超过4个小时他不会留下来 好了我们现在回程了 要开514公里 先到哈尔滨 嗯 哈尔滨之后可能我们 他们就吉林玩 吉林的话是一直就很安全 没什么意见 嗯 因为我怕在外面玩玩玩 他行程卡上带信 到时候我回去 因为我三月份的时候 要把我帮麦茶宴你知道吗 我怕太麻烦 到时候回去隔离要干嘛的 对 那我就早点回去也行 反正就一路玩玩回去也行 因为我三月初就要开始卖了呀 然后就是那个山东啊 那个江苏啊都可以玩 速度不要速度也有运气 走我走 我走 哎呀哎呀 你们先赶紧 我打个刷伞 不用后美名车 后美名车 他这个大车开过去为了也太大 你开麦你开麦你开麦你 看不到看不到 他的大车的后门 他的集装箱是什么集装箱 是集装箱 后门开着的 他开的多快 下次没一